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场隆重的地戏大戏正在准备上演 按照吞布人的民俗 每年农历吞节和七月初七 吞布的村落里都要跳地戏 每次跳地戏之前 首先要拜祭祖先 然后还要举行开箱仪式 吞布人告诉我们 这是跳神 从老祖宗来到吞布就开始跳了 少说也有六百年历史 吞布人说 过年不跳地戏等于忘了祖宗 没有跳神 过年也就没了味道 那么这个被称为 中国戏剧活化时的地戏里 究竟藏着多少吞布人的生活渊源 姚小英是安顺家喻户晓的屯埔民俗文化学者 为了探寻吞布人六百年的迁徙生活轨迹 他奔波在南京和贵州之间 二十年里 姚小英几乎走遍了大山之中的屯埔村落 发现了屯埔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 一个大迁徙 融入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他一定是会被融合的 被同化或者是去同化别人的 那么这些人来到这个地方六百多年过去 他没有被同化 没有被同化的理由呢 其实并不复杂 问本地的人你们是什么人 本地的人回答说我们是老汉人 那么这个老汉人的风景呢 今天他不再讲自己是老汉人了 说我们是汉人 我们是屯埔人 那你是从哪来的 我的祖籍是在南京 每次来到天龙埔 姚小英都会来到这块 南京客人立下的石碑前看看 当年几位看了姚小英写的 屯埔文集的南京人 慕名来到天龙埔 寻找祖先的生活印记 当他们走进天龙埔 看到这似曾相识的村落的时候 顿时泪如雨下 姚小英说 他们在屯埔找到了亲情的渊源 六百年前 当明太祖朱远璋一声令下 二十万争鞭大军走进钱中的时候 恐怕没人想到 祖孙世代会在这里榨根 他们固守着故乡的生活习俗 连他们居住的村寨都是按江南的形式修建的 走过六百年 吞普人在这里繁育子孙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并且在贵州的大山里 建起了像江南小镇一样的村落 他的家族的发家历史是非常有趣的 比如说我们安顺的山刀 那是非常有名的 山刀的第一代传人就是从江苏过来的 最精彩的是我们在看古正伦家里面的家谱的时候 很离奇的一个家族传说 那么他的家人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从那个旧州 然后搬到我们安顺的西街 开始磨 用那个小磨磨豆腐 那吞普人的最早的经商和财富积累呢 其实就是以这种磨成豆腐赚大钱 那么古正伦家里面的发家其实就是那么做出来的 今天在吞普村落里 炸豆腐依然是吞普人最喜爱的食品 炸豆腐被吞普人世代传承着 天龙村过去的名字叫范龙谱 明代从安顺往平坝传递情报的军事 都在这里吃饭休息 茶坊的大妈说 他们家祖上好几代人 都在茶房送茶 老人闲起来就喜欢吃臀部妇女穿的绣花鞋 在臀部 妇女身上的光束从明代一直穿到了金鞋 这也是外人把他们误认为是少数民族的原因 这种被称作凤阳汉装的宽袖长袍 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一剪子下去长袍就完成了 问他们为什么喜欢穿这种衣服 臀部人说 这是老祖宗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的衣服 我们是从安徽来的 当然要穿了 那您这种衣服和这种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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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恋人不负的腰 积了婚了都包上这个 都晚这个积 都把这个积晚上 把这个腰带积上 以前不是很穷嘛 买不起这个了 那个要结婚的时间才有了 原来都是自己织的棉布 现在是尿子了 现在是尿子 现在是尿子 那我看这个后面是什么 什么样子 后面腰带嘛 这个腰带是一直就有是吧 一直就有 就是要结婚 结婚就有了 结婚的时候有 就是穷人和富人都会有 有啊 怎样穷她的接 她的接媳妇嘛 她都 想办法她都要弄一块腰带 臀部妇女结婚前 女子梳一根毒辫子 头上不做装饰 但结婚那天 头饰就变了 先要请人开脸 额顶到脑后 包上宽宽的头帕 脑后的头发 换成圆剂 照上圆网 再用梅花管簪固定起来 一脑后呢 都包上这个 都挽这个集 就把这个集挽上 这是一道茶 这个一块钱 这是一块钱 这个一条江 这是一条江 一块钱 一座山 一条江 用这条链子 千山万水都连起来 新年新 姚小英说 臀部妇女 发节上的一条江 是指长江 一座山 是指武陵山 他们的祖先 越过长江 翻越武陵山 来到贵州的 大山深处 树边屯田 一个发节 让臀部妇女的家国情怀 多了几分好爱 在臀部乡间 凤阳汉装和绣花鞋 随处可见 或许 今天在江南 仍早已不知 凤阳汉装是什么 但大山里的臀部妇女 却把老祖宗的衣服 一直穿到了今天 对于臀部妇女来说 亲媳妇进门 婆家都要准备好一条新腰带 支腰带 是抱臀人的专利 她是抱家十一世祖先 抱大迁 在二百八十年前 回安徽老家 寻根使带回来的 支腰带的手艺 传男不传女 一条腰带在抱家 只了二百八十年 从未见短 整个鬼头在穿这种服装的人 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村子会自己啊 其他村子里 那叫做哪个会 那根本不会 所以方言 蜀北里 方言蜀北里的地方 都拿需要这个腰带 拿家来卖 现在的 现在的社会发展 已经进化到你 有部分地人 穿这种短衣服啊 在过去时候 全国穿这种装衣服的时候 特别是 哪个家儿子 及媳妇啊 那非要有这个衣服 要得不够 从2000年 邀小英开始 从人文与社会学的角度 研究屯部人的生存状态 她发现 由于明代的屯军 由朝廷统一管理 地方政府无权过奔 人们在封闭的军事环境下 树边 种田 娶妻生子 保持着家乡的口音 习俗和生活习惯 囤部人告诉他 什么都能改 但祖宗留下的 风俗习惯和规矩 不能改 改了 我们就不是囤部人了 别有东西是吧 另外的 阿姨您好 这是您的娘家还是婆家呀 婆家 婆家是吧 您嫁过来的时候多大岁数啊 二十岁 这个是娘家给您送的桌子 哎 我送的桌子多得很 我阿嬷怎么不需要短白呀 没有呢 您嫁过来的时候穿的是这种衣服吗 哎 嫁过来的时候穿这种衣服 就是穿这种衣服 大草海 然后我们人大草海 就花海 就花鞋 花鞋啊 有花鞋啊 我提示你们看过 您给我拿个看看 我看看 老人说 臀部村落里长大的女孩子 从董事开始就和妈妈学着织绣花鞋了 穿着凤头鞋的臀部妇女 没有缠足的习惯 制作绣花鞋 是非常讲究的 鞋是布底座的 鞋尖高高翘起来 鞋帮上绣着花鸟鱼虫 鞋上有两层白布 卷成高筒 连着鞋帮 姑娘结婚前 娘家要准备几十双绣花鞋 作为陪送的嫁妆 是什么原因 让臀部妇女 对脚上的这双绣花鞋 情有多钟呢 那个凤头的绣花鞋 是马皇后穿的 那是有身份的标志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呢 他本身的空间没有任何改变 像我们去的石板房间 那么些人考到黄埔军校去了 要穿中山装了吧 他回到家乡的时候 还是要穿那种对筋衣服 因为臀部人来的时候 为什么两个村之间 你们家是这个村 我家在这个村 我们都是臀部人说话的口音 都会不同呢 离乡不离枪 我才能够回去认主 归宗认主的这个感觉 是他长期一直存在的 尽管臀部村落 有着江南的风俗 但在村落里并没有江南水乡 居足而居的大户人家 这座四宫廷是臀部百姓 为了纪念从江南 来到贵州的先祖建造的 石碑上记载着四位先祖 从南京出发 征战贵州的经历 在天龙埔居住着 郑 沈 陈 张 四大姓氏 他们都是六百年前 从江南来的移民 在天龙埔我们惊奇地发现 这里居然还藏着一座 明代大商人沈万三的故居 村里人说 大商人沈万三 就是他们家族的一员 当年沈万三被流放云南 就是在他们村子里躲藏下来 这座沈万三故居 究竟是什么年代建造的 吞部人重说不疑 走进院子里 只有三间小房 这是大商人沈万三 住了十几年的地方 我们心中充满疑问 但从这座院落的建筑形质上看 却有江南建筑的风格 和周庄的沈厅比起来 还真有些异曲同工之处 只是沈万三 当年是为什么要选择 在贵州大山之中的 屯部村落里定居呢 洪武四年 村部人说 沈万三在村子里住了多少年 确实难以考证 但他是我们家族的祖先 是千真万确的 天龙独立的百姓 学会经商 就是从沈万三来了以后 才开始的 兴盛时期 村子里的银号 有三十多家 制作银室的历史 少说也有好几百年了 并且大部分银室都是交往云南 他会做生意 他就发现这个地方吧 道路不通 这个地方剩下茶叶 茶叶这些吧 都是江南人很喜欢喝的东西 他就组织当地的人吧 翻译茶叶 亲情的链接 最有代表性的 当然还是地戏 随着屯军而来的地戏 在漫长的岁月里 是屯部人连接村落之间 相亲之间情感的纽带 在屯部 只要有地戏班子来演出 屯部人都要把娘家人 请来一起看戏 这叫姑妈挂红 图的是几分喜气 与其他戏剧不同的是 演员戴着木雕的面具 形象生动 神态各异 雕刻的手法十分夸张 考究的面具连着头盔 金币辉煌 当地的老人说 这套行头 可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第一时间就没那个国家有 就中国有 中国就有鬼就有 鬼就里就有男生有 这套道具啊 是不容易啊 要不然是水流啊 才能够 要不然一套猪 才能够 自得好你的一生 那么是个老百姓 平下中弄 这不容易 吃喝这么一套东西 一般来讲是 要最起码是中弄 但是也懂得文化 还从我培养 你在地方走 我家 我个小弟弟姐 什么事都不用我干了 什么事都不用我干了 家事 外事 不管什么事都不用我干 只要我 要求我 老老师这个挑好事 或许是长期军事生活所致 吞布的文化风俗 大多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 据说洪雾年间 最初在吞布住下来的 京族老祖宗们 看到附近村寨上的少数民族 在那里喝酒唱歌 编歌编舞 觉得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相比 十分枯燥 格外想家 于是 就将在家乡学过的歌谣 凭记忆记录下来 边横边唱 自娱自乐 逐渐的形成了一曲曲山歌 吞布人说 唱花歌 一定要找个优雅的地方 云山屯天街上的这座舞台 就是为演出花歌会而建造的 并且只能演唱花歌 吞布人认为这是一个龙脉的所在地 所以吞布的地系 在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跳的 地系的打螺会惊动神 会惊动龙脉 今天花歌会的舞台 早已搬到更大的剧场里去了 然而这座雕龙画动的戏台 仍然是吞布人的骄傲 一座舞台 庆祝了吞布人 离家千里的思乡情怀 吞布人说 走上这舞台 我就找到了生命的根 奇特的风情 悠长的历史 古朴的艺术 独具魅力的生存环境 构成了罕见的吞布文化奇观 发生在六百年前 从内地迁往贵州的移民潮 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那些千里跋涉 走进贵州从山的移民 没有想到 这次举家南迁 不仅为明帝国的江山设计 稳住了很关键的一处阵脚 他们在贵州的艰难创业与生活 无意中改写了贵州的文化风俗 和传统习俗 2001年 考古工作者在天台山上 发现了一处密道 揭开了一段 六百年不为人知的密意 就在这儿 就是这个是吧 对 这是个天生的石洞 又是一个逃生的通道 直通方丈 就是方丈在遇到危机的情况的时候 就正在地方逃生 那他为什么要想到逃生呢 因为这个是个古事 他经历很多战乱年代 战乱年代随时有各种危险发生 他也是以防万一的 能进去看看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进去看看 这里边很狭窄是吧 狭窄但是可以用人 他必须要到山顶去 要到山顶上去 我们爬进这座洞穴 洞穴中弥漫着浓重的湿气 陪同我们进洞的史学家周光志先生说 当年粗匪经常侵扰寺庙 庙里的方丈就是沿着这条通道逃生的 他从山顶的方丈室穿过通道可以跑到山脚下 一个小时候我们终于爬出了洞穴 打开方丈室的大门 眼前的景象却又让我们有几分失误 昔日的方丈室早就不见了踪迹 这个寺庙大概在民国三十年以后吧 基本上就是只有游方和尚 暂时坐坐长期坐的也没有 周光志说明代留下来的寺庙 在安顺的大山里难以计数 从1382年屯军驻扎下来开始 明海祖主元章下令 在安顺大兴土墓建造寺庙 以佛教和礼学安抚屯军士兵 稳定军心 今天保留下来的寺庙 大多是这一时期建造起来的 这座天台寺 是当年从江南征调的能工巧匠 套事二十年修建起来的 有着浓郁的江南建筑风格 寺庙的修建 为驻守在大山里的士兵 找到了精神寄托 兴盛时期的天台寺 香火不断 据说人民代将领吴三桂 巡视边陲的时候 都曾来过天台寺 天台寺的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垂的石墙 以及它的地基 以及它的就是好多堕口 都用石头垂基 坚固一场 这个山 它唯一只有一条路上 山面都是全要峭壁 在关键时候 一腾补人还在上面 就是说 比如说遇到大的灾案的时候 腾补人还在这个山上 避难 可以一夫当关 万夫抹开 世代传承的文化 让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屯补人 有了信仰和精神寄托 这座汪宫庙里 敬送的汪宫 是屯补人最敬重的守护神 汪宫生活在隋唐年间 曾任安徽社州的地方官 因为他军政严明 爱民如此 深受百姓拥戴 今天 汪宫会仍然是江南春夏之久的民间盛归 而这一习俗 也随着移民大军 落户到了贵州高原的屯补山寨里 每年正月出发 台汪宫 方圆几十公里外的屯补百姓 涌进吉昌屯纪念汪宫 所有活动经费都是由屯补百姓捐献的 我们二十五 那一二十五 他准备台湾宫 他开会 要收账 要搞得起 从正义出二三年 他准备 准备到把这个正义士 把这个活动了嘛 这个活动以后 要把它筹备一些东西 给买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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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我们观光服务人员 只有五百人左右 台湾宫的仪式结束后 屯补的百姓都要聚集在一起 吃上一顿团圆饭 这顿饭 只要是屯补人都可以参加 不用交一分钱的饭费 在屯补 不管谁家办红白喜事 全村百姓都会赶去帮忙 在屯补 不论姓氏 只要是屯补人 就是一家人 一桌团圆饭 融入了屯补人浓浓的故乡情怀 和对亲情的依恋 它让屯补 幽远的移民文化 找到了坚实的生活根基 屯补的保留是因为它的进步 如果它落后 它怎么会不被童话 不被消灭 它能够存在 就证明它有这样的力量 能够抗衡 能够博弈 那么它要发展 肯定它自身会有这种内在的动力 驱使它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今天 吞布的地戏 早已不是吞布百姓 仅在春节和七月七 才上演的村头大戏 而是走出贵州 走上了世界戏剧的舞台 在美国 在日本 每一次演出 都是盛况空前 然而 吞布的百姓说 不论走多远 还是回到家乡的长院上表演 最带劲 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 也是地戏生存的真 或许正是这种信念 让这六百年的古老地戏 长眼不衰 科学家用生命换来的神秘发现 大山深处的动物坟场 震惊世人 揭露两亿年前 生物灭绝的谜团 欢迎收看明天播出的 走遍中国安顺之 消失的鱼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